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的话题围绕着股市的起伏 尤其是港股和A股之间的差异 我们的朋友最近在港股投资上遇到了一些挑战 结果被套牢了 不过 大家都知道这市场就是这样 要么赚得很多 要么赔得很惨 港股的波动性可是让人感到惊心动魄呀 其中有提到 如果A股能够形成慢牛的情况 解套的机会就会增加 这样我们对未来抱有些许希望 接下来 我们聊到了一些经济的担忧 像是金融危机的预警 让不少人开始思考该如何应对 一位朋友提到 去年就感受到金融危机的风险 于是卖掉了一套海边房子来准备迎接极端情况 大家都在讨论市场的走向 甚至还开玩笑说 有些人用80%的资金买股票 20%买保险 这样不管市场怎么变化 都能保持一些安全感 真是一个有趣的投资哲学 最后 我们也探讨了股市的结构性问题 以及政府对于市场的影响 有些人认为 政府需要关注老百姓的情绪 从根本上解决像烂尾楼这样的问题 才能让经济回暖 股市才能持续向好 这些讨论让我们对未来的市场 充满了期待与不安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Huanji Actualienery说 我一个朋友 玩港股被套了半死 一页下话现亏 说 正常啦 这个市场 要么有人赚死 要么有人亏死 Huanji Actualienery说 港股券商 第一天还套50% 第三天赚50% 一页下话现亏 说 这次套牢 如果A股真的形成慢牛的话 解套 然后盈利还是可以的 Huanji Actualienery说 所以 港股才是最凶残的市场 一页下话现亏 说 A股是笨蛋做的 港股更像美股 Huanji Actualienery说 差不多 一页下话现亏 说 能把港股做好 再去做美股 Huanji Actualienery说 港股比A股难多了 一页下话现亏 说 当然了 Huanji Actualienery说 真正的全世界资金各种绞杀 一页下话现亏 说 所以我这种小卡纳米 也就为股跟庄家周旋下 偷他点钱 然后快快跑 顺带吃吃新散户的 Huanji Actualienery说 一样 Fox说 明天看看 会不会有联合利剑2024B 天点 说 准备杀猪吗 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Huanji Actualienery说 我不想说恐怖故事 但是全世界的股票位子 是不是金融危机要来了 到时怎么应对 Hima说 如果有应该是后天 大陆得听听赖清德演讲 又说了些什么 天点 我去年就感受到金融危机 卖掉澳洲一套海边房子 就是为了应对极端情况 原来计划是一分为二的 地点太好了 超过1000平米 Huanji Actualienery说 现在其实是完美时间 对于金融危机来说 天点 说 刚刚查看一下 今天真的太恐怖了 还好还好 每一个跌停 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还有两个红盘 一个下午涨停 被硬拉下来 只剩加八点 Huanji Actualienery说 也解释了这次国内国家队 这么疯狂 是为什么 Simon说 下一个目标 三十倍 天点 说 随缘吧 真的太贵 但前几天又公告 9800万美元的 八年长合同 下一个争取六六十 希望今年完成 概率应该有八十以上 这才重要 我的第一重仓 我说多了 无非就是说 收益要靠无警捂出来 波动会干扰 自己内心的贪念 一页下话 现亏 说 这 David Joe说 今天六度主链 好像很拥堵 博弈投注 好几次都没成功 这该谁 一页下话 现亏 说 我就没成功过 至今都没投六度 B进去过 爱纳兰 是纳兰负责吗 爱 为乃 纳兰 说 请在电报上 发给我截图 一页下话 现亏 说 我没有电报群呢 私聊了 成功下注入贺锦丽 三脉山说 这是什么鬼鬼魂 Fly 100说 中概股今天低开 但正在快速向上 Dagin说 会反弹这啥急 一页下话 现亏 说 刚刚看到一个笑话 小伙子说 股市大好 我已经准备对冲了 80%的资金买了股票 20%的资金买了保险 如果股市涨 我就发财了 如果股市跌 我就从楼上跳下去 旁人说 不考虑下利益最大化 股市涨的时候 从楼上跳下去 谁说 TOP7 3 Substack Compate 3 Fly 100说 还与日本有关系 Fly 100说 现在基本都是这个样子 Yaron说 股民亏钱的真实写照 Bilibili HTTPS B23 TV UAPI 一页下话 献亏 说 哈哈 今天才跌一天 就这样子了 还早着呢 后面起起伏伏 不知道要多少次折磨呢 谁说 这新节目 TOP7 BC ZF 72 EK 激进的失败 有退位之右 被强坐不住了 南福安 凌威寿命 中国股市 门涨期结束了 高盛预测 可能还有后进 华街论坛 民旗 兴风 小牙 和平 甜点 说 意思说 日本要帮忙说服欧盟别家 可让日起在东南亚 多潇洒几年 不然美男子欧盟勾搭不了 只能和东南亚丑男将就 日本更难受 陈平下话线WU说 比亚迪在印尼卖得不错 云深解海 说 比亚迪走出去第一批 一夜下话线亏 说 爱在深秋 哈哈 古圣古神 大时代又要火一次了 太棒了 和平先生 对于这次下跌的看法的观点 非常深刻 政府的确是对于股市开始恐慌了 涨得那么疯 Catfoot说 爱在深秋 其实说的逻辑还是很有道理的 而且人家说的是 深秋 没说现在就猛涨啊 一夜下话现亏 说 就听他们吹 古评价就没有一个是正确的 偶尔对了几次 就飘了 乱讲害人 Guten Talk 0000说 穿宝 哎 一夜下话现亏 说 只提示让你买 不提示风险的 都是坑人 叶青说 好啦 别瞎猜啦 人家股市大神说啦 一天二万亿成交额 这说明这次下跌是真正的定价者 在压价买进 人家的周期概念是数月甚至数年 不是我们小韭菜数天的一斤一炸 在地板上翻滚大笑放量暴跌 后市可奇 栽门说 就是像是在选丑似的 目前正主任领先 是说的有点多了 通胀导致劳动力便宜 用人代替机器 一夜下话现亏 说 这个解释也说得通 的确这个时候 是一个比较合适入场的时机 对于大资金来说 需要的是巨额的成交量 这时候非常适合换盘 实验说 没有海牙博士的身 我的失落感很强 它很贵了 还是吃了海鸡 Huang GXuanyway说 老何今天华尔街论坛说得挺好的 给你点赞赞 一夜下话现亏 说 可能去学艺经和推背图了 牙牙是非常聪明的人 聪明的人嘛 总是特立独行 一夜下话现亏 说 国内应该让和平先生去说话 很多风险 很多风险也就规避了 恐慌也会消散 十一说谢谢 我浅薄的认知跟大家学的 你的高建 让我深受其意 Huang GXuanyway说 我没有高建 我认同你的理念 这样说 会不会太臭屁 一夜下话现亏 说 有点 十一说 我像吹庞比互相攻击啊 一夜下话现亏 说 观点不同的时候 是应该争论的 Huang GXuanyway说 为什么中国不能蜂牛 十一说 人生在世 态度暴力 Huang GXuanyway说 因为历史上所有股灾都是蜂牛 包括美国英国荷兰 十一说得 Huang GXuanyway说 所以你有一点说的很多 股市会很刺激 后面几年 但是不能蜂 只能慢慢来 十一说 所以我是非常夸张 看这次股市 失败了 其差不多我一半 成了 就是资本福产尽力 Huang GXuanyway说 差不多意思 也没那么夸张 中国股市结构太差了 太多结构性问题 不解决 很难起来 十一说 所以不是简单的 股牛股胜 必然是真的不安的 Huang GXuanyway说 比如 中国股市市值的迷失 的确很低 但是你进去看发现 非常低的 都是国企 大银行 他们站上 正很大比重 但是市场 又不认可他们 所以每次一拉这些东西 市场其他票本能就想跌 十一说 资本淘尽千层上 Huang GXuanyway说 我不能简单说 这是市场对于国企的否定 但是就是这种 几乎本能的反应 一看国家对拉这些东西 小票很容易跌得稀里哗啦 但是你要是排出 这些国企大银行 其实中国股票不便宜 特别是这几年上来这么多垃圾票 市场资金就更难选择了 耗损太大 十一说 我的想象 股市的冲击力比改革方案大 Huang GXuanyway说 也不好说 A股已经30年了 老股民只会对慢牛买账 而且老实说 散户太多 就算是慢牛 赢家也是少数 这是注定的 十一说股民结构是个大问题 Huang GXuanyway说 政府要民心 还是要从烂尾楼这些入手 让老百姓体感变好 或者其他 所以虽然你不太认同之前的脱口秀 但是 最近国内又让他们复活了 这是我还保有希望的原因之一 老百姓需要精神娱乐 而不是低级洗脑 之前讲悟空传那个就体现了 现代国内八十九十 他们不是不懂 是不理你的低级洗脑 他们心里都懂 他们要的是活得开心 一页下话献亏 说 这个问题已经说了 如果股市起步来 根本没办法解决烂尾楼问题 只要经济活期来 医疗 保险 养老 烂尾楼等等 都会一起解决 Huang GXuanyway说 当然不是了 国内生产力世界第一 一页下话献亏 说 甚至都不需要太大的力量 Huang GXuanyway说 不可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至于为啥不干 不知道 一页下话献亏 说 烂尾楼早就解决了 对住房客户都妥善安排了 Huang GXuanyway说 我的意思是包到完 解决全部 我之前回国很多地方 还是死样子 一页下话献亏 说 是包到完呢 Huang GXuanyway说 就是烂尾 一页下话献亏 说 不然你别说那么多烂尾楼 就一栋烂尾楼 买了这栋楼的人 就能天天闹 Huang GXuanyway说 这个没有数据 就不好说了 一页下话献亏 说 不用数据呀 烂尾楼 一百万到几百万一套房 政府要是没有妥善方案 你觉得能安稳那么久吗 网上会不说吗 Huang GXuanyway说 这么说吧 我去年去了重庆 云南 福建 都有烂尾楼 一页下话献亏 说 我记得好像是几个 一个是暂停贷款交付 二个是保交楼 Huang GXuanyway说 司机师傅说的 一页下话献亏 说 是烂尾楼呀 很多政府已经让开发商 重新建设了 所以是之前的烂尾楼 所以是之前的烂尾楼 至于一些长久的烂尾楼 我们这里也有三十年了 建一半 Huang GXuanyway说 我意思是 那会就是没动静 后面 后面我就不知道了 一页下话献亏 说 但我们这里的烂尾楼 没有预售 全部砸在开发商身上 我肯定得跟你说 已经解决了 Huang GXuanyway说 好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 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